双方的上半时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 现在已经在中圈准备跳球 中国队今天首发的中锋是来自北京的巴特尔 我们看到有一名主力后卫是来自辽宁的黎潇勇 黎潇勇也是目前中国队后方线上最具有比赛经验的选手 这名30岁的老将他是俱乐部队的核心队员 两名前锋是来自江苏的胡卫东和来自山东的龚小斌 这两名队员能里能外 所以基本上可以控制本方在进攻时候的鼓动拳 另一名队员是来自八一队的张晋松 刚才在篮下14号巴特尔两次进攻 相求投动场上比分是2比0 中国队先生博人首先得分 徐利亚队是西亚地区的一支禁旅 由于他长期聘用了来自欧美的教练 因此他的打法更加具有欧美球队的风格 这支队在身体高度方面是不如中国队的 但是他们在外线打得比较灵活 也延续了很多西亚球队脚不灵活和讲究手上技术的特色 刚才中国队咸锋 包括胡卫东在回防时 打手犯规 胡卫东曾经是两届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得主 尽管上个赛季他身体状态一般 但经过在长春的封闭集训之后 他目前身体和气数状态已经回到的最佳时刻 中国队通过有效的防守 刚才拦截对方的开赛以后第一次攻击 中国队还是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 球到了右侧之后由来自山东的龚小斌 打板之后得两分 龚小斌身高2米04 今年29岁 目前中国队在年龄结构方面还是比较合理 绝大部分的主力队员年龄都在27到30岁左右 经验丰富而且体能也处在最佳状态 这场比赛吸引了数千名当地的观众到体育馆来观战 因为人们不想错过观看亚洲水平最高的中国队的比赛 徐利亚队在进攻时主要靠自己的后卫4号哈迪来组织 中国队断球切到对方的篮下 轻松再得两分 还是来自山东的12号龚小斌 目前他已经为本队拿下了4分 开赛以后中国队所得的6分 全部都是在对方篮下进去的得分所致 而且都是两名内线进攻队员来得分的 目前看起来外线可能还是有一些文章可以做 比赛开始以后 徐利亚队第一次获得得分的机会 他们在篮下有两次罚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队中锋突破到篮下制作分球 外围远投 但是球不进 目前比分是6比2中国队领先 对方还没有一次阵地进攻得分 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 已经有两次突破到中国队篮下 刚才在投篮时 手部用力过大 中国队打快速反击 3打3 一个半后仰的挑篮 中国队5号李小勇得分 李小勇身高1米89 体重是85公斤 今年30岁 他是69年的11月28号出生 场上比分现在是8比2中国队领先 中国队首场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 他们刚刚抵达福岗不久 也许还处在一个比较疲劳的时期 需要调整 中国队继续强打对方篮下 在回防时对手打仇犯规 龙小勉开赛以后 在右侧非常活跃 场边叙利亚队叫站挺 从1976年中国队参加亚洲男篮锦标赛到现在 他们只是在第13届和第19届 一次赋予菲律宾队 一次赋予韩国队 没有能够夺得冠军 因此中国队是名副其实的 亚洲男子篮坛的龙头老大 但是从他们在奥运会 以及世界锦标赛上的表现就看得出来 目前亚洲男子篮球相比欧美来讲 还是存在的比较大的差距 12比2 双方的比分差距现在被拉开到了10分 叙利亚对外围倒手 突破以后 杨错跳投分球 外围没有机会 自己强行出手投三分 球碰篮筐之后不进 中国队篮板抓得非常的稳 因为队员在场上高度和技术都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队有头三分的机会 交给9号张敬松 在空中做了一个难度很大的 阳错上篮 然后向右侧的分球卡动作 对方在防守时犯规 刚才是5号黎小勇突破 想交给边路的神投手 8号胡卫东 对方15号背赛次犯规 中国队外围远投球中了 这是8号胡卫东 他开赛以后第一次投三分 命中15比2 这也是中国队开赛以后投中的第一个三分球 叙利亚队加强了万维远投 这是贝赛斯连续第二次出手 没有投中 机会 中锋出手封盖时稍稍晚了一些 但对方在投篮时也没有把握好力量 叙利亚队也并非没有机会 空切对方篮下 红小勇半后仰投篮 球打板之后进17比2 红小勇已经为中国队抢下了6分 叙利亚队突破 被分 错步到了外围之后半后仰投篮 球不进 中国队刚才在防守时 有效地遏止了对方的投篮 由于他们合理的几位 使得对方在投篮时缺乏了必要的空间 9号奥马尔卡萨斯 刚才在防守时犯规 现在叙利亚队在场边也调兵遣向 换上自己的14号奥萨马 奥萨马身高2米08 叙利亚队除了通过两次罚球得分以后 到现在他的阵地进攻的命中率是0 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表明 中国队在防守时就一定成功 其实中国队在中锋的防守时 还是给对方几次机会 只是对方在投篮时 个人技术不过关 运用不得当 才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哈迪 对方4号哈迪远投但是三不碰 中国队打快速反击 球投得非常轻松 这是胡魏东 在对方篮下利用很好的制空能力 从上手投篮变成自己的下手挑篮 再填两分 19比2 巴特尔在防守时首部犯规 在对这样的比较弱的球队的比赛时 确实中国队应该注意自己防守时候的成功率 同时要避免过多犯规 这也是为了以后迎战像韩国这样的强队时 做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和心理方面的补点 巴特尔抢断成功 交给李小勇 再找人 篮下有人 但是对方回防比较快 中国队倒手到外围 叙利亚队防守巴特尔时反规 巴特尔尽管在防守时脚步移动慢一些 但是当他到了对方的篮下之后 在内线 他确实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 他的身高和体重 实际上能够倚靠住对方的防守队 为自己的小个选手做强掩护 胡卫中远头 球进 胡卫中远头进攻已经抢下8分 目前他是队中得分最多的选手 包括两个三分球 22比2 中国队领先20分之多 又是前场抢断 个人到篮下 突破上篮 非常轻松 叙利亚队传球被阻 中国队继续打对方的篮下 第一次龚小斌上篮 球打板不进 但是跟进队员 5号李孝勇 将球补进 李孝勇和张进松 两次进攻 为本方又是拿下4分 26比2 这是一场相差非常悬殊的比赛 而且相比昨天对马来西亚队的赛事 看来中国队已经到了比较兴奋的时期 胡卫东 独自突破上篮 这也许比队中的分队比赛还要轻松许多 这也使得叙利亚队的美籍教练 安德鲁洋 有一些坐不住 但是这样的实力差距 在赛前就已经是注定 叙利亚队在中国队的面前 无法打出自己所安排好的各种战术准备 又是限于高大队员的风改之下 船接球受阻 中国队又打快速反击 伍东再得分 30比2 双方的比分差距已经被拉开到了28分 在这个时候 叙利亚队叫第二次暂停 绝对领先优势 但是蒋经权教练现在并没有急于换人 这一套阵容看来 他认为还有不断磨合和进行实展的必要 9号张进松 他身高2米 今年是25岁 张进松来自八一火箭队 切到篮下 这是零度角 后仰的一个左手挑篮 裁判判的是叙利亚队在防守时背后推人 中国队后打球 像这样有控球后卫来组织进攻的场面 似乎开赛以后还是第一次 中国队一直都处在一种有效的防守 和进行快速反击的状态之下 中国队今天在场上的正常安排方面 也是一四配备 实际上只有李孝勇这一名后卫 而他们在内线安排了龚小斌和巴塔尔这两名大个选手 由胡卫东和张进松在外围来负责进攻 这也是首发的五虎之一 现在重新上场 32比2 叙利亚队首先在内线强攻方面 完全找不到任何控制 中国队在防守时 个人和集体联防的能力都要比他们强出很多 在外线刚才曾经有过连续两次头三分的经历 但是很低的命中率也使得他们似乎要丧失了信心 目前他们仍然处在一种观望和等待的时刻 在寻找中国队的漏洞 但是这次中国队在进攻时 首先找到了他们的漏洞 由14号巴塔尔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 右手偷篮打板之后进 巴塔尔曾经参加美国安毕业菲尼克斯太阳队的下棋训练营 前一段时间让中国篮球迷最为振奋的消息 莫过于是NBA的达拉斯小牛队 已经看中了中国巴伊火箭队的王志志 但是由于下赛季 全国南篮甲级联赛很有可能 在外援以及各方面的赛制方面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动 巴伊火箭队作为未免冠军 非常需要也希望王志志能够留下来 从王志志目前的个人体能来看 要是NBA这种高频度的大强度的训练 和对抗性非常强的比赛 也许现在也不是最佳时刻 12号阿布特尔法托尔 巴托尔在篮下有罚球机会 巴托尔身高2米12 体重时130公斤 两发全重 上万十的比赛还剩下 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叙利亚队只是通过罚球才得了2分 目前中国队36比2领先 外围远程发炮 撑向篮板时 巴塔尔手指触球 球出界 巴托尔导手到外围 但是意图太过明显 被对方抢断成功 由于中国队及时回防 对方4名队员 有人数方面的优势 也没有获得投篮的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篮板被中国队 非常轻松的控制到 发动快速反击 前场3打3 霍卫东这两分得得非常轻松 刚才是巴托尔掩护 接到李小勇的传球之后 迅速交给胡卫东 胡卫东利用自己 对球的灵活的控制 和娴熟的球技 将球投进 巴托尔在回防时 有一个撞人的犯规动作 中国队在来参加比赛之前 曾经在东北 尤其是在吉林长春 进行了长期的封闭式的训练 蒋新拳教练在一定程度上 将对队员的作风建设 和凝聚力工程 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他认为 中国男男之所以 在上级亚警赛中 折几成杀在很大程度上 就算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在关键时刻 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阿波萨达两发两中 这样的话 西里亚队开赛以后 两发一中 开赛以后所得的三分 全部都是通过他们的罚球 连续导手在零度角出手 远头三分 中国队争下篮板 龚小臂二次进攻 对方加强了在篮下 近距离防守的力度 打快速反击 小个后卫自己独自上篮 中国队刚才在防守时 5号李小勇犯规 这次可以说 叙利亚队在进攻时 两名两翼的跟勤队员 做了有效的扯动和掩护 而叙利亚队目前看得出来 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机会 来获得有限的得分 对方加强 13号塔拉尔尤内斯 张静松罚球命中 39比4 现在是41比4 好的 这是叙利亚队开算以后 第一次通过自己的阵地进攻得分 一个左手的低手位上篮 刚才拿球时候 整个的前行转身动作 做的一气呵成 这是14号马达尼 身高2米08的中锋 中国队外围远头 漂亮 穿心而过 44比6 5号李小勇 在这个时候 中国队的整体战术 才开始得到了体现 无论是篮下的强攻 还是远头 都能够展现他们的威力 而且由于虎卫中 他速度非常快 经常在快速反击时 扮演本方箭头人物的角色 中国队这个时候 在场边要求换人 由7号孙军上场 孙军是刚刚结束的 南篮下级联赛的 最有价值球员得主 他来自吉林东北虎队 孙军记住全面 他的风格主要是 在外线投篮准确 而且能够帮助队友 及时地完成防守任务 46比6 这是中国队 另一名刚刚上手的选手 来自八一火箭队的 15号王志志 背对防守队员 转身一个左手挑篮命中 这也是他上了以后的 第一次得分 王志志是 目前队中的第二高度 身高是2米14 中国队中身材最高的是 来自上海东方队的 姚明2米27 篮下比较空 但是车空篮下之后 缺乏队员在第一时间的跟进 中国队的有效防守 使得对方 在进攻线时内 没有能够完成进攻 在这个时候 中国队右患人 换上11号大前锋 来自八一火箭队的刘一栋 他身高是2米 体重是99公斤 刘一栋过去一直受伤病的困扰 他的膝盖和肩关节都有伤 但是通过手术之后 刘一栋恢复得非常快 而且在集训中 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比赛到现在 蒋青鲜教练开始不断换人 保持场上充沛的体能 同时也在各个不同的位置 考察自己的队员 46比6 双方比分差距有40分之多 孙军在几乎是零度角的情况之下 左侧接胡卫中传球以后 准确的发炮就进 西尼亚队突破以后 在篮下准备强行上篮 但是受阻 裁判反中国队刘一栋在防守时犯规 以靠住高大队员 这个进球有一定的难度 在靠住胡卫中之后 双方比分差距离 双方比分差距离 避开刘一栋的防守 将就投进 这是6号 阿博萨达 他是开赛以后得分最多的选手 已经为本队拿下了4分 49比8 中国队还领先41分 王志志中投再得2分 身高2米14 体重是105公斤 双方比分差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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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刘一栋控制到了篮板球 西里亚队换上身高1米96的前锋 奥马尔卡萨斯 中国队换上另外一名后卫4号范冰 来自八一火箭队 范冰和李小勇是中国队的一队主力的后卫打档 今天比赛开赛以后范冰没有能够首帕出场 他今年29岁 范冰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出色 而且也能够经常辅助队友在外围进行进攻 对方远投 不中以后还是被进攻方控制到了篮板 二次进攻 定点跳投 球仍然不中 中国队控制到了后场篮板51比9 上半时的比赛还剩下4分50秒钟的时间 范冰交给刘一栋 现在场上王之志 李南 范冰和刘一栋 有4名八一火箭队的队员同时出现在场上 中国队通过有效的加击防守 球断下快速反击 漂亮的虚晃 但是这第二次的补篮 15号王之志有一些心不在焉 队友李南已经给他让开了所有位置 这是一个进距离挑篮 他只需用自己的手精心一碰的话 这两个分是必得的 李南上档不久第一次犯规 今年22岁 身高1米98 对方又是阿博萨达获得罚球机会 两拍一中 西里亚队在争想篮板时还犯规 外围快速倒手 孙军突破 自己投篮 没有任何跳投动作 完全靠他的身高的优势 刚才是一个超守卫的投篮 正好选择对方一个小个的防守队员 来取得突破 55比10 中国队这半场比赛的得分 现在已经超过了第一场比赛的全场得分 中国队范冰奖断成功 又是快速反击交给李南 地盘反弹球交给孙军 上篮 轻松打板命中 范冰突破 横传 倒手转移 中国队有足够的进攻时间 所以打得非常耐心 中锋 想回撤一些 王之志 半冰 叙利亚对他快速反击 这个球避开中国队的风土 但是如此好的机会 仍然是运气差的一些 没有能够得分 57比10 中国队还领先47分 出现了配合失误 孙军和刘一栋之间 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传接配合的可能 但是面对这样一失 实际相差非常大的弱虑 也许连教练都可以原谅他们这样的失误 7号孙军在篮下 又是打板命中2分 上场时间很短 他已经为本队拿下了将近10分 这是11号刘一栋的第二次犯规 穆罕默德阿波萨达 第一罚不中 两发都没有中 但是叙利亚队在前场获得篮板球 中国队盖冒成功 对方利用时间差 第二个跳起 这是靠他们的14号 马达尼将球投进 马达尼在本方的两次成功的阵地进攻东 都是扮演了得分手的角色 上半时的比赛还剩下不到一分半钟的时间 目前中国队是59比12 现在是61比12 领先对方将近50分 阿波萨达交给马达尼 队友在仁松之中 左手投篮命中 叙利亚队抢到后场的晚球 通过快速反击 前场三打四 现在中国队全速回防 他们已经没有太多内心的机会 外围远投漂亮 61比17 最后一次进攻的控球拳 在中国队的手中 他们可以稳扎稳打 还有7秒钟 留一中 半后仰投篮 又是两分命中 63比17 还有1.1秒钟 中国队获得前场球的机会 这样的话 上半时比赛结束的 罗生响了中国队63比17 领先结束了半场赛事 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水准 是否能够全方位地展现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 当然因为对手实力太弱 其实对中国队在实战演练中 并没有提出什么严峻的挑战 下半时比赛 中国队将一敌再战 穿红色队服的他们是从左向右攻 白色队服的叙利亚队是右攻左 裁判员明天赛先 马达尼在防守王志志的时候 打手犯规 中国队仍然是强攻内线 王志志两次罚球托不中 中国队争抢前场篮板 中国队争抢前场 徐利亚队下半时比赛一开始 首先是加强自己后场的防守 同时在前场也注意了个人突破 王志志在防守时犯规 对方也获得了在篮下两次罚球的机会 阿布托尔梅 两发全中 63比19 中国队孙勋怀分球敲给范斌 突破以后定点跳投 球不中 篮板被王志志拿到 中国队左右两边 两次中远距离投篮都不中 反被对方马达尼打了一个快速反击 下半时比赛一开始 看起来中国队在大比分110线情况之下 多少显得有一些放松 对方一个精彩的背传 由马达尼打板之后得两分 63比21 比赛重新开始以后 叙利亚队是得了四分 中国队还没有得分 范冰交给李南 孙勋 领土脚出手远头 和上半时比赛 在左侧时一样 非常精准 66比21 中国队领先45分 阿布德尔梅 叙利亚队力图在跑动之中 获得进攻的机会 因为中国队在各位置上 都看得很紧密 阿玛尔卡萨斯在移动以后 侧背对方的防守队员 刚才是左手将这球投进 卡萨斯在防守时 将球打出界外 中国队前场球 中央队王志志空 控制到篮板 二次进攻 对方在防守时犯规 追下阀球命中 69比23 25C的李南在防守时犯规 李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就是抢前场篮板球 他不但善于在外线进攻 同时也很擅长在对方的篮下 进行突然的后插上的进攻 因此可以说 李南是一名攻防非常全面的前锋队员 徐尼亚队身材矮小的 6号队员穆罕默德打得非常出色 刚才是得分有效 还有追下阀球 徐尼亚队身材矮小的 这种小范围的配合 下完试比赛 他们利用中国队的放松 确实打得非常出色 几次迂回篮下的空歇 打得有声有色 中队李南交给王志志 刀手刀外围 孙军转移 突破 分球 对方挡一下之后 还是孙军拿到 李南虚晃 零度角出手 范冰 漂亮 72比27 区尼亚队也是通过阵地强攻 也添两分 下完试比赛开赛以后 区尼亚队已经是拿到了 12分 中国队拿到9分 王志志篮下 补兰得分 74比29 区尼亚队马不停蹄 发动快速反击 巴达尼联系做了多次虚晃以后 拉到外围 用他不擅长的右手 一个半后仰的偷篮 他是开赛以后 叙利亚队中得分最多的选手 掌握 对 对 这时候中国队换上来自上海东方队的6号张文琪 张文琪新亚至7岁 身高2米01 体重是95公斤 她的三分球的命中率作为前锋队员是比较高的 张文琪在防守对方投篮时打守犯规 又16号莫哈莫德有罚球机会 两个发布银 两个发布银 徐利亚队快速倒手 中锋在外围自己突破上篮 在受阻以后一旁的队友马达尼补中这两分 徐利亚队下完诗比赛打得更加的营火 中国队王志志还一个勾手投篮 球不中 在争抗篮板时对方马达尼犯规 王志志两发一中 篮板球被对方马达尼控制到 中国队孙军争抢成功 前场四打二 范冰自己上篮 对方打手没有打到 争抢到第二点之后 孙军二次补篮 对方防守犯规 还有发球机会 中国队换上身高2米27的小巨人13号姚明 孙军是中国队获得94年市井赛和96年奥运会第八名时候的主将 在刚前入的CBA连赛中 他的得分和远投是高区防守 78比33 中国队还保持着45分的领先优势 对方反抢成功 篮下近距离强攻 就被防守队员碰出界外 请 altar不支持 对方 住手 lux 孙军远投又是一个张手命中 这是他下半时比赛为中国队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 81比33 中国队轻松抢断成功 自己上完刘一栋得两分 通过这段之间的强化集训 刘一栋看起来比过去要瘦了一些 中国队在封闭集训中采取了长时间的大强度的训练 对队员体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可喜的是 他们通过这样的大强度的训练 队中并没有伤病情况出现 队员自我保护意识要比过去强了许多 又一栋 三冰 又是在左侧零度角 又来自上海东方队的张文奇 投中一个三分球 上海东方男子篮球队的两名国手 张文奇和姚明目前都在场上 对方奥马尔卡萨斯 利用中国队退防时速度比较慢的弱点 偷袭也是命中85比35 中国队已经领先50分之多 外围快速转移 还是打出中国队这种快速进攻的特色 姚明赛篮下接泛兵的传球 对方在封盖时打手犯规 三冰 苗明两发一中 这也是他比赛开始以后 第一次为中国队得分 刘玉栋在过对方声响时 可能没有意识到身后有对方队员 双方相撞 刘玉栋被吹的是技术犯规 所以现在是叙利亚队获得罚球 走 走 在中心中 中心西疆失去的时候 西利亚队相求传出到了外围 远投命中 这个有效拉开了 中国队在防守时候的重心 有四号塔利夫相求投进 中国队姚明 在篮下有无可辩驳的制空拳 对方发动快速反击 打板之后也是得两分 这一段时间双方的得分是像梅花剑竹一般 各不相让 都保持着比较高的命中率 中国队在篮下得分以后要注意回方时候的速度 帮兵虚晃以后跳投 又是一个三分 91比40 出帮兵虚晃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叙利亚队换上7号沙里夫 中国队实际上7号孙勋成为了场上真正的进攻组织者 他几次的穿针引线都给队友创作得分机会 出破上篮 中国队4号范冰阻挡 范规中国队目前是7次 叙利亚队16次 这是下半时比赛的犯规次数统计 塔利夫球分到外围 藏匙远途三分不中 姚明控制的篮板 常传到对方篮下 力量太大 这是想交给他俱乐部的队友张文奇 塔利夫眼头非常精彩 又是三分命中 第九十一比四十三 第九十一 中国队由十五号王之士 这是他再度上场 区列亚队7号沙利夫 两发全中 张文奇虚晃 分球 左侧四十五度角 孙军出手投篮 球不中 对方到篮板控制之后 由沙利夫自己上篮 球打板之后 也不进中国队快速反击 对方在后场有人 所以看看外围是否有文章可做 叙利亚队一旦有这种快速反击的机会 还是能够在速度时显示他们的优势 夏利夫优势 夏利夫传球交给十四号马达尼 左手上篮 一个扣篮 为本方得两分 在这个时候 中国队教练蒋兴全叫暂停 在那范冰 在两名前锋中 七号孙军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他不但是一名得分手 同时也是一名进攻的策划者 刚才十六号张文奇外围头三分并重 96比47 叙利亚队打篮下 被姚明阻断成功 范冰交给孙军 C篮下 漂亮的配合 这次打得非常轻松和优雅 由15号王志志几乎是在空中接力 将就轻松的电竞对方篮筐 98比47 中国队领先51分 徐利亚队马达尼 想快成功之后自己上篮 这次是右手扣篮得分 尽管徐利亚队整体实力较弱 但是这名2米08的中锋 开赛以后还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是目前队中的第一得分手 在防守时也非常的卖力 中国队目前得分数是对方得分数的两倍 7号夏利夫犯规 7号夏利夫犯规 王志志两发全中 100比49 中国队目前得分已经达到了三位数 对方塔利夫远头不中 姚明控制到了篮板球 中国队在内线 由于王志志和姚明同时上场 现在是亚洲最强的实力 但从进攻的方式上来讲 中国队并没有死打自己的内线 姚明 八位张文琪突破以后分球 孙军 范冰 虚晃 这是内线的好机会 定点跳投 球不中 但是姚明在一旁 抢篮板之后二次进攻得分 中国队现在又换上五号李小勇 塔利夫交给七号沙利夫 马达尼 控球时自己出现了失误 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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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13号 穆罕默德胡萨 林小勇 这次是中锋 球分到外围 由前锋在45度角出走远头命中 7号孙军 105比52 7号夏里夫上场以后 本方在内外线进攻时 确实多了一个攻击点 控球连续转身 中国队在防守时打手犯规 这个时候中国队 又派上9号张晋松 他曾经在上半日比赛的 后半阶段登场亮相过 张晋松身高2米 体重是92公斤 看来换张晋松上场 不但是看中他的体能 还是看中了 他的防守效率比较高 训练的这段时间 在进攻时 是打得比较有起色 尽管落后很多 但是他们并不气馁 而且还保持了 在进攻花样方面的 灵活多变 中文字幕提供 长文棋散防守 夏里夫的手犯规 这样的话 对方这名前锋 又获得了两次罚球的机会 两发不重 两发不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继续晃以后定点跳投 难满中国队没有能够征到 叙利亚队也是万围三分 球不中 张继松交给李小勇 张继续两罚全中 中国队目前是107比52 领先对方55分 这是比赛开赛以后 场上最大的比分差距 塔利夫 中国队漂亮的封盖 张继松 等自己队友到齐 还是展开阵地进攻 刚才内线队员不赛 王志志运球出现失误 被对方轻松倒球成功 前两次三打三 又是塔利夫一个非常隐蔽的背传 队友莫哈莫德 为他拉开位置 远头被中国队抢到篮板 张继松 中国队连续两次赛 内线进攻时出现的配合和个人技术处理方面的失误 对方马拉尼 下后撤半步之后 右手将手投进 这名中锋赛篮下显示出非常强的适应能力 和多变的投篮方法 张文奇 王志志又是一个地板反弹传球出现的失误 叙利亚队强攻篮下 得分有效 而且还有罚球 上完是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六号莫哈莫德 这个时候中国队主舰点蒋心拳叫暂停 追下罚球命中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 目前中国队107比57 领先50分 但是刚才连续两次赛内线进攻时出现的配合的失误 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张继松 王志志准备上篮双手灌篮 在防守时 对方8号夏利福因为高度不够 打手犯规 王志志两发一中 108比57 身体完全失去的平衡 但是球还是被投出了 篮板被叙利亚队在前场撑到 马达尼在控球时 中国队防守犯规 中文字幕開刑 时尹 宣传 导演 前者 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目前是108比59处于领先 中国队远投三分 球不中 但是刚才中锋在正下篮板就是缺乏主动性 又是姚明和王之志同时在场上 刚才一个单手灌篮 补篮得分 5号李向勇在防守时犯规 龍武功能 5号李向勇在哪里 2号额 1号颗颗颗颜色 比赛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 比赛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30秒 中国队大比分领先 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在防守和进攻时 都多次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远投三分 裁判 裁判鸣笛是以这时中国队在篮下测语进攻时犯规 6号张文琪范规赛心 比分现在是110比60 中国队领先50分 中哈莫德在人从之中收放自如 球传出了 虚晃外围 投篮打板不动 中国队控制到篮板球 还有一分钟的比赛时间 看看他们的进攻质量 王志志依靠自己在身高和体能方面的优势 正面低守卫上篮 这是命中2分 比赛还有40多秒钟的时间 莫哈莫德 连续运球突破 篮下还是能够将球传出 这相当不容易 中国队大个军手增多 但是在防守的移动速度方面 要逊色于对方 好 观众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